对于深管武器而言 口径是不是越大越好 从古至今 所有的武器设计师都会思考一些问题 怎样做才能让武器的威力变得更大更猛 就深管武器来说 口径大小可以与威力挂钩 12.7毫米口径的M2 威力比5.56毫米口径的M16更大 155毫米口径的M109 要比105毫米口径的M108更强 于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威力 有了口径800毫米的古斯塔夫巨炮 以及口径914毫米的小戴维迫击炮 只是在现役深管武器中 火炮的最大口径也就203毫米 代表型号就是美国的M110型 现役的排击炮 口径最大的就是2S4玉金箱 也只有240毫米 问题来了 为什么现役武器不追求口径 对于枪械火炮这些深管武器而言 口径是不是越大越好 只要是从管子里发射出去的武器 都会涉及一个相同的参数 口径 参数看起来很简单 管子的直径 但里面藏着很多东西 从武器性能来看 口径越大 威力也就越大 5.56毫米口径的PR-2手枪 7.62毫米口径的AK-47 12.7毫米口径的M2 20毫米口径的加特定机枪 NTW-20 威力是逐步增加的 20毫米以上的就是炮了 20毫米 25毫米 30毫米 40毫米 都是机关炮的常见口径 比如GAU-8 MK44大毒蛇 M42等 一般的机关炮到50毫米就是极限了 60毫米到120毫米 则是迫击炮的常见口径 比如美军的M224 M120 中口径火炮则是122毫米口径 比如苏联的苏122 1931 1937型 比如当年华约喜欢的就是122毫米口径 大口径火炮则以155毫米 152毫米为主 155毫米就是北约制式火炮的口径 比如M109 PZH2000等等 152毫米口径的武器大多都是额制装备 比如RS-19 木塔斯S RS-35 联盟SV 再大就是203毫米 也就是M110 到了200毫米这个范围 已经到了陆军火炮口径的极限了 接下来就是海军的领域 比如406毫米的压滑级主炮 大河级460毫米的主炮 如果不考虑机动 陆军的火炮口径可以继续增弹 比如古斯塔夫巨炮与小戴维排机炮 在扩大口径的道路上 到这儿就结束了 如果需要继续投送更大的弹体弹药 而使用管子就已经不行了 这个时候就需要给弹药加装发动机 为了保证准度 还要加装导引头 成品就是导弹 不过准确来说 导弹 火箭弹 鱼雷 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升官武器 说口径也就没意义了 就深官武器而言 口径越大 威力越大的说法 虽然不是很对 但是在主观上的确可以这么认为 毕竟步枪再怎么优秀 威力也比不上火炮 如果追究细节的话 口径大小的确可以影响威力 但并非绝对 就拿5.56毫米来说 P22手枪属于这个口径 M16步枪也是 哪个威力更大 各位都很清楚 口径一样 威力却不一样 原因就是子弹的长度 5.56毫米只是口径而已 子弹属于纯动能杀生 威力与出唐食的动能 与纯速能力有关 动能越大 威力越大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 决定子弹威力的 应该是发射药以及弹头 一般情况下 口径大的子弹 比口径小的子弹更大 装药更多 弹头更重 威力也就更大 但这个并非绝对 在发射药口径差不多的情况下 子弹规格里的长度 比弹头口径更能表现为低 就比如德国的沃尔特PR2 口径5.56毫米 美军的M16 口径同样是5.56毫米 但使用的子弹为M193 M855 M856子弹 M16子弹的弹壳长度 为45毫米 而PR2子弹的弹壳长度 只有15毫米 装药上的差距完全不一样 在美军这边 常用的30毫米炮弹 主要有两种 A10攻击机上的JU8 使用的30x173毫米 与APA7直升机上的M30 使用的30x113毫米 孰强孰弱 一目了然 其次就是弹头 子弹口径 种类有很多种 但是按照弹头的形状来区分 其实就只有两种 源头子弹 与尖头子弹 作战枪械不同 对子弹的选择也不同 一般来说 近距离作战使用源头子弹 远距离作战使用尖头子弹 手枪多用源头 步枪多用尖头 这点在PR2与M16上 也能看出来 由于形状的影响 尖头子弹在飞行时 受到的阻力更小 飞行速度较快 存速能力较好 飞行过程比较稳定 可以进行中远距离的 高精度射击 穿甲性能更好 而源头子弹在飞行中 会受到不小的阻力 飞行速度较慢 并且飞行过程不稳定 中远距离上 很难击中目标 不过源头子弹的穿透力弱 停止作用更强 命中目标时 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所以口径一样 弹壳长度 弹头可能不一样 威力也有区别 口径相差不大的子弹 也并非口径越大 威力越大 这就造成了一个情况 即使是同口径的子弹 也不能相互通用 对于枪支来说 子弹重要量 弹壳外形 长度 甚至是敌火类型 都是有限定的 相对而言 火炮规格比较简单 炮弹可以通用 一个军事集团内 会约定一个统一规格 来保证通用性 北约标准炮弹口径 就是155毫米 这个规格不仅仅是弹头 还包含火炮要是尺寸 装要量 烫压等 不过对于火炮而言 口径的影响相对更大 155毫米口径的火炮 就是比122毫米的火炮更强 就比如最开始的时候 各国都是按照炮弹重量 来描述火炮口径 25磅炮就是比10磅炮威力大 而且现在的炮弹里面 都要装药 装药越多 威力也就越大 当然 同是身管武器 火炮的情况与步枪类似 不过口径对火炮的影响更大 它可以无限大 一般情况下 在说明火炮型号时 都会加入另一个参数 背径 也就是炮管长度与口径之比 这也是影响火炮威力的 一大因素 步枪作为一种单兵小小类武器 不需要造的太长太重 口径较小 重量较轻 所以威力主要看装药量与存速能力 而火炮不同 因为口径较大的缘故 炮管可以造的很长 炮管越长 炮弹加速的时间就越长 出速越大 射程也就越远 具体选择什么口径 背景主要与打击对象有关 根据弹道特性分类 火炮可以分为三种 加龙炮 榴弹炮 和排击炮 同样口径 加龙炮 炮管最长 榴弹炮其次 排击炮最短 这造成的结果就是 加龙炮炮弹出速度更快 弹道更平直 适合打击装甲目标 和远距离目标 而榴弹炮作为 炮射型火炮 弹道比较弯曲 适合打击水平目标 而排击炮射击角度更高 炮弹出速度更慢 弹道为高炮物线 适合打击掩体后的目标 就目前来看 炮弹的弹道控制 主要通过内弹道和外弹道 内弹道就是炮弹 从点火道离开炮管的过程 主要与弹线 弹压 以及枪管硬度的影响 外弹道则是弹头出口后 影响其飞行的因素 比如底芯引力 不过精确制导炮弹 诞生之后 弹道的问题就不重要了 比如M982型 审舰制导炮弹 可以通过GPS 和惯性制导方式 结合折叠滑翔翼技术 和编程隐性技术 可以在目标上方调整弹道 实现精准打击 而且现代弹口径火炮 已经可以实现多种角度的射击 榴弹炮基本一通天下 此外影响火炮威力的 还有炮弹弹头形状 战斗部的装药等 比如背帽穿甲弹 弹身远柱形 弹头为尖形 唯一稳定脱壳穿甲弹 则是像镖枪一样细长 依靠弹丸命中目标时的动能 与本身的高强度击穿敌方装甲 破甲弹则是细长的弹头 与圆柱形的弹身 将锥形中空的装药 在距离装甲板一定高度的位置起爆 以聚焦的高温高速射流击穿装甲 并对人员器材进行杀伤 碎甲弹的形状 有些像枪械中的源头弹 依靠爆炸破坏敌方装甲内侧 制造出装甲破片 杀伤敌方的内部人员 在升管武器中 还有一些很特殊的型号 比如次口径弹药 超口径弹药 次口径弹药 就是以大口径发射小直径弹药 目的就是获得更好的弹道性能 以及穿甲能力 超口径弹药 则是以小口径发射大直径弹药 弹头比管子还大 听起来很不错 不过一般只出现在单次发射武器 比如火箭筒 最出名的就是IPG 总的来说 口径的确可以影响升管武器的威力 但并非绝对 核火炮的口径再小 也不会有人认为它的威力小 即使火炮的口径再大 炮弹却只是一个铁疙瘩 威力也极为有限 而对于升管武器而言 口径也并非越大越好 大口径的升管武器只是一个铁疙瘩 甚至出现了口径越大 威力越小的情况 就升管武器而言 口径的大小 武器的威力 可以直接影响武器的重量与体积 5.56毫米口径的PR2 可以装进兜里 而M16步枪就只能装在背包里 12.7毫米的M2 大多装在车上 后座力也不是一个级别 像PR2这样的手枪 单手操作的难度并不大 而步兵使用M20 还需要挂用一个三脚架 火炮也是如此 装要越多 炮管越长 炮弹的出速度越大 但是后座力也会更大 需要更强的反后座装置 这些都增加了火炮的重量 火炮的重量过重 对机动性射速都会有影响 一味的追求威力 火炮就会彻底的变成铁疙瘩 运输机都带不动 更别说在战场上飙车了 而且火炮的出速越大 对炮管工艺的要求越高 出速大也就意味着 炮管的磨损更厉害 而且长度越长 炮管内堂的直线度 和同轴度就越难保证 可能出现炸堂的情况 都不用别人动手 自己送自己见上帝 所以一般情况下 火炮的设计人员 都会考虑重量 后座力 安全系统等 来考虑如何设计火炮 炮管的长度 与发射要的多少 当然 大口径的升官武器 也不是没有 在突破武器极限上 德国很有想法 既然在陆地上使用长管 会带来体重太大的问题 那就使用短管 于是在二战期间 德国为了突破 马其诺防线的加固堡垒 研制了一款卡尔600毫米 自行排击炮 口径600毫米 重量124吨 不过因为炮管较短 发射重型弹药时 最远射程只有4公里 射速也很离谱 10分钟发射一枚炮弹 对此 德国还是不满意 最终搞出了 口径800毫米的 古斯塔夫巨炮 重量400吨 后勤需要数千人 一天也就能打14发 美国在二战末期 研制了一款口径 914毫米的 小戴维派击炮 还没来得及使用 二战就结束了 虽想实现较大的口径 需要牺牲机动性 射速等性能 即使不是超大型火炮 也是如此 203毫米自行榴弹炮 射速大概是每分钟两发 而155毫米口径的 车载榴弹炮 每分钟八发 此外 口径越大 炮弹的重量也会更大 从122毫米口径开始 火炮使用的炮弹 炮弹头就与发射要分装了 而152毫米 155毫米口径的 榴弹炮炮弹 分装弹头也就40到50公斤 单人就能搬运 而203毫米口径的炮弹 需要固定架和三名士兵搬运 在作战使用上 这种大口径的火炮 也没有发挥空间 就实际使用来看 大口径火炮的位置 已经被火箭炮取代 在现代科技的加持下 202毫米口径的榴弹炮 可以在后方安全地区 完成同时弹着打击 也可以对敌方前线的火炮 进行反炮兵打击 这两种任务下 203毫米或者说 155毫米以上的火炮 并不需要太高的射速 也不需要很多的数量 都是在短时间内 发射大量的炮弹 而并不是像其他火炮那样 提供给步兵或坦克 持续性火力支援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种短时间压制 和反压制的任务 听起来有些熟悉 现代火箭炮部队的任务之一 就是提供爆发式的压制 和反压制任务 相比较200毫米口径 以上的火炮 火箭炮可以为地面部队 提供更好的顺势爆发 除了火箭炮之外 飞机也可以压制 敌方的地面火力 而且威力更大 火炮再怎么扩大口径 也不如飞机 哪怕是406毫米口径的榴弹炮 发射高爆弹 威力也比不上 一枚近千公斤的航空炸弹 比威力大口径火炮 没什么优势 那就需要比响应速度 当前员部队需要火力时 只要招呼一声 几分钟内就能把炮弹 丢到敌方脸上 这个时候空中火力 估计还没起飞呢 所以火炮这种深管武器 想要发挥实力 需要保证一定的机动性 与反应速度 155毫米的口径 已经是极限了 口径再打 机动性就下降太多 战术位置就会被火箭炮取代 总的来说 深管武器的口径 的确可以与威力挂钩 但并非绝对 装药量 弹头的形状 炮管的长度 都会影响威力 而对于深管武器而言 口径也并非越大越好 否则现在到处都是重量400吨 口径800毫米的古斯塔夫巨炮了 对于当代的深管武器而言 提升威力的最好办法 就是升级弹药装药 以萌求更大的出速 更大的动能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大口径的火炮 在现代战场能发挥作用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